一连三天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天落下帷幕 这次论坛被认为是2019年最具分量的国际论坛之一 不过和第一届一带一路分会相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所发表的演讲 明显是比较简短 包含的具体方案减少 更侧重消除外界对一带一路的批评和质疑 那来到今天 作为这次分会最后重头戏的原作会议 习近平又提出了哪一些政策倡议呢 马上透过特派随谈记者 蔡先慧为艾文还有陆慧恒 从北京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今天进入最后一天 38位来自全球各国的世界级领袖及代表 今天一早就出席了领导人援助会议 今年参与峰会的领导人比往年还要多 这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 保安级别可说是前所未有空前严密 当局严厉限制随团采访记者的人数 以及活动范围 大部分的记者都只能够待在这个新闻中心 观看现场大屏幕转播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主持的圆导会议场地 特别选在了距离这个新闻中心 超过60公里以外的燕七湖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过去召开许多世界级盛会 包括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 以及2014年EPEC峰会 也都选在了燕七湖召开 今年的圆中会焦点是绿色投资几格新 习近平今早在致开幕此时就说 他希望能够和各造合作 迈向高品质发展 让所有人从中受惠 总之我们要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推动形成基建引领 产业基居 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 习近平在演讲中也强调 要共建合作平台 共享合作成果 反对保护主义 那这番话听起来呢 像是说给最近和中国打贸易战 故意缺席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听了 我们要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反对保护主义 继续把共建一带一路 从各国发展战略区域和国际发展议程 有效对接 鼓励更多国家和企业深度参与 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